雲端設計之類的關鍵字都可以找到我 那這是我的限職 在幾個單位 除了我們這邊之外的話有幾個單位 那 就是除了學校之外 還有在一些業界 也有擔任一些 等於講師啦 顧問的工作 所以到處 好那之前的話曾經擔任過那個 十一電腦這家公司的那個執行長 大概五年的之力 所以 其實有一段是 實務的實務面 所以會用那個智慧你手機雲端這個領域主要是什麼 因為這個競爭力太強了 因為如果你要跟別的公司競爭的話 你沒有辦法 比人家更快 更新 把差異化做出來 你就沒有 你就沒有那個商機了 所以你要能夠搭上商機的話呢 或者是你要能夠有一些表現的話 其實 App 手機 跟雲端 這個是兩個很大的賣點 另外一個話題 3D 所以現在有大概三個比較 重要的趨勢嘛 就是App 就是智慧手機 跟雲端 每天大家應該都有新聞打開都是跟雲端有關的 或者3D 最近很夯的一個話題就是什麼 3D印表機 3D列印機 諸如此類的 這些東西的話都是趨勢 那剛好這三個領域 我都有稍微跨 都有跨足道 所以基本上呢 這部分 因為有跨足道未來的趨勢 所以 相對的 感覺上 也沒有所謂的不景氣的問題 因為隨時好像處處都有機會 這個機會呢 都是從網路上來的還蠻多的 而且你會感覺 源源不絕啦 這個是一個趨勢 OK 大概 那其他像 證照考試